出席政策記者會 黃珊珊推智慧城市 還找來宅本橋幫忙背書 不過疫苗採購這把火還在燒 尤其黃珊珊批評城市中 黨北市買疫苗必遭天遣 卻被北市議員抓包 明明是台北市自己自費武功 黃珊珊因為選情告急 擔心自己被邊緣化 現在竟然學起柯文哲的惡習 說謊如呼吸一樣的自然 胡扯台北市自編28億 遭中央卡關這樣子的不實言論 完全就是一個不實的指控 合關疫苗的部分 如果陳時中先生說他沒有檔 很好啊 但是要告訴我們要檔 是誰檔的 到底誰卡疫苗 還原台北市當時採購情形 去年7月北市提出疫苗採購 8月份自創28億預防性預算 沒有馬上要採購疫苗 之後議員減舒培揭露 北市8月後 根本沒開相關採購會議 到了11月 柯文哲以沒有急迫性為理由 又改口不買了 還拜託議會刪預算 卻又抱怨議會刪除預算 害他無法買快篩 甩鍋議會 柯文哲公開連說11次 我錯了 台北市政府要求我們刪掉 沒有 我錯了 議員指證立立 當時擔任防疫指揮官的 陳時中也加碼 匪市府買不買疫苗 是自行評估 要編列經費預算 市政府自己要有定件 那他自己拜託市議員去把這個預算刪掉 11月23號黃副市長也有到指揮中心 為跟他報告我們相關的疫苗採購的量 讓他有這樣的了解 然後請他們自行評估 我們去問中央中央的說法是 他們已經訂了 請我們不要再買 從雨傘編完之後 跟拿著中央的公文跟議會報告 所以請議會也把這個預算給刪除 是中央的權責 那民間要買有沒有卡 那做事的人自己最清楚 其實都可以受外界來檢視 的確是有非常多 應該要更公開透明 講完隔岸關火 呼籲公開透明 到底誰卡疫苗 恐怕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紀新聞宣 呂少伯 方伯峰 坦報道